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泰国出现亚洲第一宗M痘新变异株 这个Click EB病例之后 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 因为这个变异株病例 跟以往的这个M痘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不同 而且更加危险 跟着中国湖北省武汉协和医院 感染科主任赵雷医生的介绍 那过去的这个M痘病毒 主要是通过直接接触或者是性接触来传播 但是在泰国发现的新变异毒株 不但可以通过动物传播 还可以通过人体的分泌物 比如呼吸道的飞沫 皮疹 或者是受污染的物品等等的方式进行传播 因此更具有威胁性 那至于我国的情况 卫生部长组织费里强调 从2023年的12月至今 我国没有出现新的M痘病例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卫生部长组织费里今天出席活动后表示 截至目前 我国共发现31宗M痘疑似病例 其中25宗呈阴性反应 其余6宗还在观察期 组织费里强调 由于泰国已经出现M痘确诊病例 我国将采取严格的入境防控措施 防止病毒在我国传播 针对国盟主席慕尤丁早前发表的 元首扶照见论 在警方完成调查后 全国总警长拉扎鲁丁向前锋报证实 总检察署已经发出指示 援引煽动法令提控慕尤丁 而慕尤丁明天将在吉兰丹 化妄生地亭面控 印度女游客坠入地洞的搜救行动 来到第四天 搜救队继续使用冲洗技术 冲喷被指水流有异常的第五和第六个排污寒警 但依旧没有失踪者的下落 另外 副首相阿摩扎西的特别事务官员 向媒体透露 失踪者家属的签证 几日起延长一个月 以方便他们掌握最新的救援消息 并且他也接获副首相的指示 向家属提供财务援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